我有几句你的语录 我看完我都乐了 齐哥从来不来跟女人吵架 好多女人又感性又脆弱 有的还缺乏常识 应该像保护大熊猫一样 保护起来才好 还有一句话你说得很好 人这一辈子要把该得罪的人全部得罪光 这两句齐哥语录把郭德纲都逗乐了 而说出这么豪迈经典语录的不是别人 正是曾经被称为最清纯央视主持人的赵紫棋 他大二就开始主持央视节目 24岁就在春晚舞台上担任主持人 名气一度超过了董卿 而比事业更让他出名的是他的感情生活 前央视主播杨柳为他离婚 国内网络文学界鼻祖陆金波为他近身出户 化身为魔 还有传言说赵紫棋是陈坤儿子的生母 赵紫棋不是美女主持人 这是男神收割剂啊 赵紫棋凭什么这么牛呢 今天伯伯就好好给你捋一捋 赵紫棋原名赵玲地道的北京小妞 从小学习成绩就比较优秀 后来考上了中国传媒大学 赵紫棋的专业功底非常扎实 大二的时候就到央视二套 跟文青一起主持一档节目 生活 因出色的形象和甜美的声音 获得了很多观众的喜爱 赵紫棋更是为同事们起了个好听的外号 央视最清准女主持人 等到毕业后 赵紫棋直接被分配到了中央电视台 成为当年唯一一个被分配到央视的正式主持人 可以说是前途不可限量 而那时的董卿朱迅还没踏进央视大门 李静低调出走 赵紫棋无疑是倪平接班人呼声最高的 可惜赵紫棋在央视仅仅工作了两年就离职了 有传言说是因为感情问题 央视把她出名了 进入央视时 当时还在上学的赵紫棋遇到了杨柳 杨柳为了追求年轻而美丽的赵紫棋与原配离婚 两人有过一段密恋期 2000年当大导演赵宝刚通过荧幕看中了赵紫棋 列奥她出演那部 日后捧红很多人的 像雾像雨又像风时 赵紫棋为了和爱人相守 蜿蜒拒绝了 不过这为她之后的出走 买下了种子 赵紫棋和杨柳的恋爱 没能秀成正果 这次失恋与赵琳打击很大 当时心情也低落到了极点 在朋友们的劝说下 她放下了手中的工作 远走高飞去躲到了澳洲半个月 回来后经过一段时间调整及思考 赵紫棋终于下决定 离开这个让她伤心之地 于是在2002年 她主动找到了赵宝刚 决定放弃她曾经真爱的主持人投身影视 之后赵琳改名赵紫棋进入演艺圈 成了赵宝刚的御用女主 出演的《别了温哥华》 《我的青春我做主》接人大爆 在演艺圈站了了脚跟 在拍摄电视剧《别了温哥华》时 赵紫棋和陈坤搭档 这部电视剧播出后 成功带火了赵紫棋和陈坤 赵紫棋被帅气的陈坤吸引 被当时的媒体拍到两人同住一个小区 赵紫棋还曾公开表示 生活中少了陈坤 自己的生活将会很孤独 这些话在当时听来并没有什么不对 两人也没走到一起 但是直到陈坤被爆出 有个生母不祥的儿子时 网友们又一致想到了赵紫棋 按陈坤的儿子悠悠的年龄推算 悠悠的出生日期 很符合赵紫棋和陈坤在一起的时间 还有就是悠悠的长相 跟赵紫棋有些相像 这样很多网友猜测 赵紫棋就是陈坤儿子悠悠的生母 不过这只是网友们的猜测 当事人不否认也不承认 吃瓜群众也只能过过嘴瘾了 话说两头赵紫棋在演艺圈发光发热的时候 那边他未来的丈夫陈坤波也正在转型 陈坤波笔名李循欢 曾是网文界的大神携手 2002年告别文学青年身份 向文化经理人转型 改变了中国的出版行业 曾打造出天价版税 议员女生等热门话题 是王树 韩寒和安妮宝贝等国内知名作家的大东奖 2008年 他带领的万荣公司作者团队十多人 在中国文学出版业占据了三分之一席位 马扬达到了三个亿 称为文学界的豪门 可惜英雄难过美人观 这样一个传奇人物 还是因为婚姻跌下了神叹 陈坤波早已结婚 妻子王雷是上海人 经人介绍认识了外来的陈坚波 两人相识相恋 结婚生女 生活虽然平淡 倒也温馨 陈坚波还在微博中写过很多关于妻女的文章 感动了无数的网友 但是在2010年12月 网报陈坚波与妻子已经离婚 陈坚波的好友地主陆证实他是近身出户 而陈坚波离婚的缘由就是赵紫棋 早在2010年10月 赵紫棋就承认在恋爱中 而陈坚波被传离婚后 在微博上深情表白他 赵紫棋隔空回应发表了爱的宣言 似乎更证实了网友的猜测 我愿自己这微小的生命 一辈子重于内心 过有爱有痛不凑合的日子 人生像大梦一场 何不尽情尽兴 退路是留给笨蛋的 我要活得灿烂 2011年7月 两人低调完婚 证实了网友之前所有的猜测 大量关于赵紫棋小三 介入陈坚波之前婚姻的传言 给陈坚波的微博 带来了一万多条恶评 对于传言赵紫棋 曾公开回应过 说自己与陈坚波 一开始只是互相关注的网友 两人是在陈坚波与前妻 分居之后才在一起的 自己不是小三 可这样轻描淡写的神情 怎么能挡住 吃瓜群众的热情呢 刘炎不仅没有停止 还愈演愈烈 这时是陈坚波强硬出面 震慑了刘炎 他发表了一篇长文 承认九年的婚姻失败责任 全在自己 说赵紫棋是自己的灵魂伴侣和老师 能当网文笔祖陈坚波的老师 更能证明赵紫棋的才华不俗 不过让人吃惊的是 陈坚波下面的话 网友对自己的恶评 自己全能接受 但是面对网友对太太赵紫棋的辱骂 他甘愿化身成魔 用暴力手段维护爱人 伯伯只能说不愧是写小说的 这户七宣言 写的看比恐怖小说了 从某种程度上说 陆金波也算是痴情人 可惜他痴情的不是原配 之前一直不懂陆金波 为何说赵紫棋是灵魂伴侣 直到今年早些时候 赵紫棋连发好几篇微博首次剧组 才有所感悟 赵紫棋不愧是棋哥 全程态度都非常刚硬 宣泄不满的同时 也表明了自己坚定的立场 不属于我的 我从来不争 但是是我的 就给我好好放这 懂吗 之后他在几次 网友恶评之后 暴脾气的开始骂脏话 打碎了之前 那个温婉 央视主持人的形象 这个时候 赵紫棋和陆金波的身影 似乎重叠了 原来他们真的是一路人 外表无害 性格刚强激烈 如今不知为什么 他又重新的拿起了话筒 再次的回到了主持的舞台 与光线传媒合作 做了光线传媒的主持人 但是他的心 还是在演戏上 又接连的出演了多部作品 虽然没有什么大名气 只是一些小角色 但是他都能驾驭得很好 就像《人民的名义》中 那个钟小爱 有能力 有生活 他在圈内 是神一样的存在 有他出演的作品 只要是他的片段 都是经典 从大舞台 走进摄影棚 从万众瞩目 到不是艺人 这得付出多少呢 这得是什么样的勇气 我想赵紫棋 应该付出了很多很多吧